女孩的新上人是个消防员 为了再见对方一面 她一把火烧掉了整个小镇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火药镇 在遥远的江户时代 繁华的城中住着一户地位显赫的商户 商人有个美丽可爱的独生女儿阿若 因为是千金小姐 所以阿若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整天被关在家里 而仆人也没空跟她玩 一天隔壁的小男孩松吉翻过了围墙 两人开心的玩闹着成为了朋友 从此之后啊 松吉每天都会来陪伴阿若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日久自然就开始生情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少年人的情意逐渐深厚 而这个小小的庭院呢 也成为了他们彼此的约定 如今阿若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而松吉也变得十分帅气 并且很有志气 她一心想成为一名冤工 所谓冤工呢 就是指从事土木工程的人 在江户时期 冤工也是消防员 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警铃 原来啊 是远处的一座寺庙着火了 很快松吉从隔壁翻了过来 仆人吓了一跳 惊叫出声 松吉示意阿若 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 然后就匆忙溜走了 此时 微笑那头传来松吉父亲的怒斥 原来松吉父亲一直反对儿子当员工 而松吉是为了去灭火才逃出来的 这一去不知道能否安全回来 阿若经不住为松吉担忧起来 隔天成功灭火并受伤的松吉回到家 被父亲大发雷霆怒斥一番 母亲也在一旁悲气的哭泣着 父亲一怒之下 竟然要和他断绝关系 阿若家是个地位显赫的商户 为了巩固他们家的地位 父母为阿若找了一户 门当户队的大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父母很满意阿若 婚事很快就被敲定了下来 阿若虽然不情愿 但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没办法反抗 最后他只能顺从父母的意思 回到房间 他就伤心的哭泣起来 看着墙上的话 他想起和松吉的约定 只是这约定不知以后 还有没有实现的机会 这时松吉来到庭院叫他的名字 松吉已经打算和父亲断绝关系 离家出走了 他要去外面的世界 去闯荡一番 临走来向阿若道别 他说不管自己在哪 都会回来找他的 只是这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转眼就入冬了 此时距离阿若的婚期已经很近了 婚服和聘礼 全部都准备好了 阿若十分苦恼 独自苦闷在房间发愁 恍惚间他听见了起火的警铃声 但仔细一听又消失了 恐怕是他太过思念松极 所以产生了幻听 阿若发泄了将一把扇子扔到远处 却一不小心扔在了油灯里 油灯剑指燃烧很快 等阿若反应过来 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地板上 阿若本想逃跑 叫人来救火 可是看着熊熊的火焰 他又停住了 如果火势变大 就会触发警铃 到时候说不定就可以见到松极 这么想着 他停下了逃跑的动作 返回屋内将婚服穿在身上 很快 随着火势的蔓延 警铃开始响起 因为这次的火势过大 周围的很多住户 都把家当搬到了街上 不久 员工队伍就接到了消息 赶来灭火救人 这其中也包括了阿若 心心念念的松极 因为火势过大 他们必须先拆除火源附近的房子 到达目的地之后 松极才发现 起火源竟然是自己家附近 他心中不禁担忧起来 这时他发现 对面房子上有个人 正是披着嫁衣的阿若 他疯狂大喊 阿若终于转头发现了他 见到了这个自己日思夜想的人 可是正当松极准备去救他的时候 突然窜起一条火龙隔开了二人 火势紧追阿若不舍 阿若退到另一栋房屋 可松极发现自己的队友 正在拆除这栋屋子 很快房子就要坍塌 他赶紧大喊不要过去 可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随着火势蔓延 阿若的生命暂停在了 火焰最为绚烂的时刻 导致这场悲剧的呀 是旧时代门当户对的观念 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持操控态度 不管是孩子想从事的职业 还是婚姻大事 都必须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 而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就算是在今天这么发达的社会 在一些家庭 也依旧存在严重的门第观念 不过相比较从前来说 现在的年轻人自由了很多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故事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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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掌握里边